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委托人出场 您好 先向我们向幸福出发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杨玉琴 我今年整整七十岁 我老伴今年七十四岁了 我今年七十一七岁 在我们这个年龄 能够登上幸福出发的舞台 太高兴 今天您是委托人 您是感谢谁的 我要感恩我老伴 我老伴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你们俩多大集合着呢 我们是厚道一块的老伴 我们俩今年过六年整 七年头 我老伴在音乐这一块上非常有造诣 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音乐王子 音乐 哦 也就是你找了一个后老伴是个爱唱歌的 对 那你就是笨的爱唱歌的找的吧 对 那之前李毅老伴是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呢 性格合不来 哦 那我能不能理解 你是六十多岁以后才发现自己找着幸福了 对 这六七年有多幸福 你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吗 嗯 太幸福了 没想到到晚年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两个人志同道合 爱好共同的音乐走到了一块 他是真的像那个电视里边说的 就是把老伴当那个手心里的宝吗 绝对手心里的宝 这个宝我永远不会舍弃 我非常非常珍惜他 哦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是那种特别黏人的那种夫妻呢 还是也无所谓呢 黏得很 叫他王兄 叫他大哥 他叫你啥呀 亲爱的 我觉得提起自己这个老伴 哎呀 我觉得就是那种幸福 激动的心情真的是一于言表 对呀 咱要不马上把那王兄那位亲爱的请上来 我还没告诉你呢 刚才悄悄的跟我说 快点救我老伴 快点救我老伴 快点 他就避开话筒 你看就分开这么一会儿都不行了 那至于吗 这才分开多会儿吗 这见不着不行啊 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老伴叫王善良 王善良 我们有请杨艺群的老伴王善良 王善良 出场跟大家见面 人家的名字叫 背着琴就上来了 哎 对 你老婆当时找你 是因为你会唱歌呢 还是因为你王善良呢 主要是因为我会拉手风琴 他其实不是嫁给我了 嫁给手风琴了 哦 那这个有点 有点我不信 你看他夸你的时候 那简直有点眉飞色舞 刚才一会儿见不着的着急 我先拉鞋来唱一个 行 就知道了 行我们看看你这 拉着有多好 唱着有多好啊 快乐 帝在江原 升绒 我先拉着 愣好 小样 balloons 飞四 als 冲 赤 你眼 就叫你 叫你 你 我真觉得这个嗓音特别甜 他这个甜嘛 跟他找着这个王善良也有很大关系 你想想 他现在就完全是一个少女的这种状态 你好 他提的劲呢 你老婆说你叫他一般都是叫亲爱的叫吗 经常是这么叫 经常是这么叫 是他有要求呢 还是你就想叫呢 我就是一见着他就跳出这个圈子 就是亲爱的 所以啊 幸福这事吧 真的我们不要从表面上看 说是这俩都这么大年龄了 他们好吧能好成啥呀 幸福能幸福成啥呀 幸福的都不知道该叫啥了 咬牙切齿是吧 我的娘家是哈尔滨的 我老伴水扬的 我是单身女人 我老伴的爱人去世了 儿子在水扬上班 鼓励妈妈到水扬去找个老伴 我到哪里去找 我不知道 后来我想到了 哪里人多 麻将馆 老头多 我去了 我还没等走到门口呢 里边的烟 嗚嗚的就冒出来 我一看 满地烟头 满地潭 我的妈 这地方间接不行 后来我还能去哪 沈阳有个万人相亲会 万人相亲会 人老了 黑呀呀一大片 把我们的材料 像正月十五闹花灯那样 写成 一片一片的 挂在了上面 男生老男生老 嗚嗚嗚进来了 六十多岁的老头 七十多岁老头 都被四五十岁小媳妇去了 那个时候我到沈阳 七岁六十二岁 我觉得长得也不太难看 我是那颗大夫 我的知识 中级知识 那颗主治医师 我儿子给我买一个楼 我自个本身工资 那时候有两千来块钱 我觉得也算可以吧 没人看没人看 后来来一个老头 对我刺激最大 拿着高位望远镜 登登上我身边 看我这个材料 没想中 要是看中了 你就在旁边盯着他看 我和我妹妹走边上 坐凳子盯着这个老头看 因为我们交了钱了 没有看中的 所以对我打击太大了 当时您已经单身多长时间了 单身十多年了 十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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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来岁的时候 为了孩子上学 孩子练书以后 孩子独立了 还是不错 所以说这个万人大会的乡亲 还有您到麻将馆的这个转悠 等于说让您深受打击 打击坏了 觉得这今后的这个 后半队这个缘分 恐怕就 就不敢想了 那在哪找着这王善良的呢 后来别人说的 你不能上合唱团吗 哎 我想起来了 我就上沈阳的合唱团 大东区合唱团 我们王善良 这位老伴 在另外一个合唱团 当老师交唱歌 拿手和琴 通过歌友 跟我俩连在一块 那我想 我在想啊 就像王老师 当时您 他的这个条件 年纪啊 爱好啊 这个气质啊 应该算是不错的 您这看中了 也保不齐别的单身的阿姨 可能也是也有看中 别的女性喜欢她 有 肯定是有 到那时候我就想到 我自己要主动 你怎么跟她主动表白呢 给当一人识不可能走到一块 是不是得磨合 两个人互相 发短信吧 王老师多才多艺 非常会做诗 哎 我俩就 你发一封 我发一封 你发一封 我 给你发 天天发 发的是诗 天天发 是打油诗吗 哎呦 经常发诗 阿姨 你还有能不能给我们现场还原一下当时发过的诗还记得吗 我说就是 相知何惧 相时晚 相处 倾诉 肺腑炎 执着如意 成相待 美满幸福 日月年 哎呀 哎呀 然后你咋回的呢 你我相见随然晚 见面倍感心里甜 千里有缘来相会 鸳鸯配对天成全 你又回来说啥呢 以后吧 我们俩经常就是在一起回来回来 一直这么写 哎 一直是这么写 哎呀 但是呢 就是因为 家具的比较远 做其实最少得一个小时以上 嗯 所以见面机会也不多 有一段过程 我们俩几乎 嗯 都是信息也不打了 能有棒度月望 信息也不来了 我也 我也不给他发信息 他也不给我发信息了 嗯 这时候就 有点像是危险阶段了 你那时候就是小心眼 就是小心眼 你知道 看看外面有没有谁 跟我又跟我别人介绍了 完了他没跟我回信 我也不给他发短信了 我也在分析他是不是也有外边谁介绍了 后来还是没有 没有 最后是等我俩在一块过了一日子以后 嗯 发生危机的时候 是因为我的腿做手术了 哎 这时候就出现有点心理活动了 就说已经结婚了 哎 对 结婚了 结婚了之后 过了几年 对 您生病了 是吗 结婚二年吧 将近二年的时候 这个腿就不行了 越来越疼 越来越疼 越来越弯 后来就不会走了 儿子跟我说了 妈妈你要再不做手术 你就得坐轮椅了 再换习惯节的头一天 我这个老伴心里非常沉重 能不能成功 要是失败了就瘫痪了 那就坐轮椅 我心里也没数 我俩到游泳馆游泳馆以后 跟前有照相馆 我就跟那个照相馆的那个老板说了 我说一口门口来个老头 那是我老伴 我说我们厚到一块的感觉很好 你把他叫进来 我们照一张相 我要做手术了 这个手术吧也很重 大手术 成不成我不知道 要是成了 我们继续好好过 要是失败了 我们就解体了 因为我们是厚到一块的夫妻 没有孩子血缘关系 是不是 我不能拖离我老伴 这老头过来 你把他哄进来 必须照这张相 后来这老板娘 把我老伴从门口叫进来了 叫进来了 照了一张相 就是做手术之前 我的活思想 就这么想的 那边那张 我老伴心里沉甸甸的 你看照的 那个有点这个模样 手术了 手术很重 不能走也不能动 很痛苦 大手术嘛 两个腿从上到下 全打开了 坐轮椅了 这时候老伴心里头 就是想法了 确实 我心里吧 有很大的负担 倒不是说的 残疑了 让我推着 让我伺候着 还不是主要 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他出院了之后 回家 这个阶段得做录影 他儿媳妇儿 就想给他妈妈 顾个保姆 如果顾保姆 这保姆呢 我也在家 保姆不得 连我也得伺候 就连伺候病人 还得伺候我 我心里边就有点障碍 就想如果是 真顾了保姆了 我就先撤回去 但是这个时候 我这老伴 说什么也不让他 儿媳妇儿给顾保姆 就不顾保姆 我试图的 做了两回饭吧 有一回做夹生了 有一回还做糊了 这老伴心里 就不是个滋味儿了 坐轮椅啊 满头大汗 在厨房做饭 我也感恩 我的老伴 每天给我伴奏 让我唱歌 在我最难的时候 最难的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 用音乐鼓励了我 就是我腿不能动 我嘴还能动吧 是不是 吃饱饭了 吃完饭了 唱歌吗 好嘞 我说唱歌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这就是我的精神之助 为什么说老伴 是手心里的宝 就在这 就在这 这段话其实 是很现实的 很实在的聊了聊 老年人再婚的 一个实际的 一个相处的过程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 谈话呢 比较接地气 老头子 才华横溢 就是不会生活 不会做饭 那对于这个女人来讲 她要什么 她要的是她喜欢的 她的这些才艺 所以她选择了坚强 你看 如果她要是不咬牙 找两个人来一招呼 老头一想 我又没有能力照顾人家 你不是说 这个嫌弃她身体不好 你就照顾不了人家 顾虑来了 这么一坚持 也就过来了 所以说 喜欢什么 只有自己知道 过什么日子 你得弄清楚 你要什么 对不对 你要是不喜欢唱歌 你弄个拉琴的 你能烦死 那你今天带的 一看是委托人 今天 我估计你是要 谢你老伴是吧 主要是谢我老伴 就是说 我老伴跟我刚过的时候 刚到我家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正话 他把钢琴弹来了 在那个年代 钢琴还是属于奢侈品 他说 杨大夫 就是咱俩 真正走不到一块 这个钢琴我送给你 我非常感恩 一钢琴不是三百二百 是不是 那都是好几千块钱 年轻也好 年老也好 找的是幸福快乐 高高兴兴的 两人互相关着 掺扶着度过晚年 我觉得比什么都好 我觉得我是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代表 在听着两位的这个 对 爱情故事 其实作为年轻人 我觉得真的希望 所有的年轻的朋友 都能够从你们两个的这个 爱情故事 当中能够汲取一些 相处之道 为自己今后的生活 做一个这个铺垫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老去的时候 对 真的也是 很感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每到这个时候 我们的委托者呢 都要有一首歌 来表达自己的那种感激之情 您是爱唱歌的 老伴又是爱弹琴的 所以接下来 两位合作一把吧 好吧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三歌 十五的月亮 胜上了天空遥 彗神多旁边 没有云彩 我的胖带 爱此美丽的故郷将要为 你为什么还不到来要为 只要这个我爱心你的爱要为 我欣赏的人 就会到过爱 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